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了挂在门上的小盒子 内心忐忑不安的小美小心地打开了盒子 发现里面是两颗大门牙 吓得小美丢掉了盒子 第二天小美路过天桥时又看到了小帅 小帅一边摩擦着青茧的光头 一边对小美露出可怕的笑 小美有些害怕就加快了步伐 回到家的小美又发现了一个粉盒子 虽然有些害怕但是还是充满了好奇 小美便打开了盒子 结果里面的一堆头发吓坏了小美 第三天小美经过天桥时没有停下来 直接飞快地跑了过去 而这次小帅也没有站起来只是平静的作者 但是一个眼睛包上了纱布 一直看着小美离开 在快到家时小美有些害怕 确定门口没有什么东西时 小美打开门进了屋 小美晚上没吃饭 于是进屋后开始自己给自己做饭 结果做到一半就传来了乔门声 小美有些惊讶 缓缓打开门后并没有看到人 小美刚想关门就看到了门口一盘 用保鲜膜包的东西 拿进一看是一盘红烧眼球 小美吓得丢掉了盒子 整个身体都摊坐在了地上 然后又赶快起身关上门 故事结束 这是日本的一个惊悚小短片 虽然看似片子很短 但是其实更反映出了 社会独居女性的安全隐患 因为人心隔斗皮 你并不知道身边的人会发生些什么 所以无论在哪里 只要是独居的小伙伴们 都要注意自己安全哦 好了 看了电影就是我的人 点赞加关注 莫乖带你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啦